你记不记得我刚追你的时候开什么车 砍宴嘛 还有台911 车挺好哈 现在然后天天开这个车带你出门 你心里有没有落差感 这车不好吗 这跟出小地交 这也不便宜吧 这也不咋贵 九几年的车几万块钱吧现在 几万块钱 反正算是我进入社会以来 开的最便宜的一台车 这有啥的 你不喜欢啊 你不喜欢你可以开我的车呀 是就是 从那种车变到这种车 就是以前那种生活 天天换那种跑车开的生活 还是蛮大区别的吧 其实呢 可能车对于男孩子来说 挺重要的 那肯定重要 出去那就是面子 那开个这 是吧 那都不好意思跟朋友车停一块 这有啥了呀 我又不在乎这些 对于我来说就是个代步工具 那你在乎啥 在乎房子 有个好房子是吧 对呀 那结婚了 生小孩了之后 不得有个大房子呀 所以这都不重要 但是如果说你先有落差 你就先开我的车 然后我们也会慢慢慢慢的变好 开你的小车 我的车好像也不太好 也有落差 我也有落差 那怎么办 那把这车卖了 把我车也卖了 给你换辆好一点 没必要 你慢慢努力吧 是吧 明年后年再换一个 行 好了 先赚钱给你换个房子 行 那今天我开 让我感受一下这 小飞驰 这老baby 老baby 你行吗 可以 你说这车挺好看的吗 门都开不开 门坏了 主家门坏了 得从副家那边改 你等一会儿我给你开去 真拉胯呀 别总 卧子天哪 这门要掉下来了 真拉胯呀 别总 拉胯 拉胯 太拉胯 行吗 这小奔驰 但我觉得挺复古的 听着周杰伦的小斯坦 是吧 不好 走 出发 生活多浪漫 明天更美好 可以 出发 打打开了 这这这 这个钥匙好像那种电动车的教室 真的 声音挺好听 可以可以可以 走走走走